有很多人会喜欢说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但是有人真的做到了 有一对台德夫妻 他们带着年仅两岁半的女儿 用七年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 航游世界的梦想 他们的小女儿在八岁半之前 没有上过一天学 但是在夫妻俩安排的自学课程之下 现在已经十一岁的她 可以听说读写 中英德三种语言 2013年返回德国入学的第一个学期 她还拿到了全A的好成绩 她在海上的世界观 也培养出她不设限的思考方式 两岁半开始 跟着德国爸爸和台湾妈妈航游世界 当同年龄的小朋友 还在被九九成法时 小小年纪的姜月彤 已经绕行半个地球 一家三口七年八个月的海上航行 阻击踏遍世界多国 两岁半一直到八岁半之前 都以大海为家 世界就是她的教室 妈妈耶利平则是专属导师 航行结束时 江月童不只是已经学会 中英德三国语言 地理科学的阅读能力也早已超零 2013年结束航行后返回德国 母女俩趁着暑假回台 而采访当天 我们约在天文馆见面 Jupiter 对啊 不然是什么 等一下 这是Sattern还是Jupiter 应该是Sattern Sattern啊 对 因为Jupiter 应该也有那些Ring啦 超过七年的时间 在海上度过无数个满天星斗的夜晚 江月童对于八大行星 如数家珍 Mercury 水星 水星 Mercury是怎么样的一个星球 你还记得 很热的 可是没有比那个热 没有比这个Venus热 Venus更热 Venus中文叫什么 星星 看着海上的星空学天文 岛屿上的山野或陆地 研究植被 还有野生动物 机会教育随处可行 加上妈妈叶丽萍安排的自学课程 江月童两岁半就已经开始 全年无休 按表操课的生活 这个撇 然后这个跟这个 然后这样一起 2013年返回德国首都入学的江月童 第一学期就拿下全A的好成绩 而在历经了母亲大人的文扎文打后 学校的课程对他而言 如鱼得学 老师教我的感觉比较好玩 因为有很多同学 然后没有那么难 妈妈教比较难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自学的时候 我们学得比较扎实 所以他在学校的话 他是跟得非常的快 那但是当然也不是 事情都有一体的两面 他现在去学校以后 我发现就是 他比较没有办法 像以前那么专心 不过从小就见多识广的江月童 想象力与思考方式很开阔 文化差异这件事 熟是熟非 在他的小脑袋瓜里 自然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像我们去吉里巴斯的时候 那些地方 他们会认为说 女人露出腿形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露胸瘦是OK的 没有问题 那对他来说 他就会觉得说 他就会反思啊 那到底哪是对 在西方文化或者我们的文化当中 我们会认为腿形不是重要的 所以说这种东西 就会给他带来一个长久的影响 他就会认为说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挑战的 至于从学生时期 就开始一心想着赚钱的叶丽萍 则在这段海上旅程结束后 有了不同的体悟 我认为 如果我现在能够赚很多的钱 我很开心 但是如果说我要赚很多的钱 可是我要牺牲我的时间 比方说我要交月统的时间 或者是我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甚至说牺牲我去 我去欣赏大自然的时间 我都觉得是不划算的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看事情的角度 会很不一样 出发前放下稳定生活 出发后克服重重的困难 未曾经历过的我们 难以想象 那是什么样的决心与毅力 但可以确定的是 航游世界对他们而言 已经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的梦想 我们再次看